這是花生 這是花生 因為我那樣喜歡亂配東西 然後有兩個都亂配 然後我就不小心配出了 有 GG 女人好心理今晚 不好吃看頭吃 臨時分享咧 今天這一集 我想家裡面的觀眾朋友 會看得非常的口渴 然後呢 口水會一直流出來 但這一集其實我個人 Feel沒有太多 為什麼 我以為這集是為你量身訂做的 沒有沒有 不是胖的人就一定會 因為今天這集要做零食 像我自己 我自己以前我助理會 都會幫我準備零食帶 但是我裡面只吃鹹的零食 譬如說 你不吃甜的 我就覺得甜的就很奇怪 難怪你現在交不到女朋友 你都沒有進入女生的內心 對 你知道今天我們來的 這幾位來賓啊 真的是你只要在零食上面 對他們好一點啊 他們整個心都會送給你 真的 而且我跟妳講 你知道今天其實納豆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糾察隊 因為他一直 他剛剛一直在胸肌的來賓說 不要愛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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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他一直錄 我們就吃成這樣 不是 好險喔 幾個女生錄以前 嘴巴都要錄摔一塊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來賓好了 首先第一位呢 是先生跟自己都愛吃零食喔 而且還要準備殘窩藥的愛麗絲 老公也愛吃零食對不對 真的很愛 你本來還好 但是因為我 後來去日本之後 因為日本吃飯很貴 後來買零食以後 對 因為剛去的時候前幾個月 就是真的太揮霍 每一餐都要吃餐廳 把日本當台灣過 後來三四個月之後發現存款燒掉一半 我後來就去便利商店 就會買一些御飯糰 跟很多零食 就是一邊看電視一邊吃 你就覺得一整天都不會餓 後來碰到老公之後 老公更誇張 我老公會有習慣 他好像就以前有打過抗戰之類 他家裡面一定要儲糧 他有習慣要 櫃子裡面要滿滿的都是零食 他覺得這樣很有安全感 所以後來每天就在家裡面 三不五十 看到零食在那邊 卡滋卡滋卡滋 你知道那個誘惑有多大 是 零食就是一個 非常有傳染性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別人在吃 你就會忍不住想要吃 還是你覺得只有一小塊 但是沒想要再一小塊呢 就是一塊接一塊 斷了一塊接一塊 今天就是要為大家介紹 這個女生心目當中的人氣零食了 第二位 第二位呢 從小就愛吃零食 我為了零食 花再多錢都願意的Gigi 其實我覺得我會愛吃零食 是從小養成的 因為那時候就跟爸爸住 然後爸爸每天都睡到超晚 然後我都沒有東西吃 所以我就會自己 就是自己會跑去超商 或是那種超市 然後就會買很多零食 然後從早上開始看電視 就一直在吃洋芋片 各式各樣的零食 這時候 你要配一些悲哀的音樂 是嗎 悲哀的 沒有 很幸福耶 而且就是變成我 並不是那麼愛吃正餐跟主食 然後我看到零食 能不能瘦成這樣 零食好美喔 對啊 爸爸那麼瘦 所以吃零食可以減肥嗎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一直吃零食啊 不太吃正餐 超好喔 有什麼人心目的要幫你看一下 看法賣 法賣喔 接下來第三位呢 是這個愛吃零食 吃到衣服都穿不下得很有職業 好棒喔 謝謝 那時候我小時候就很愛吃零食 然後那時候就是學校 不能帶零食去學校嘛 然後我就會自己偷藏在抽屜 可是有時你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手就會這樣子用著課本 然後另外一手就伸進去 就從小就偷偷摸摸 對 然後就伸進去 然後就這樣子 奇怪 這個動作就變成說 老師就有發現我有這個行為 後來他就有叫我媽媽去 他覺得我的行為有點偏差 所以我偷偷 因為這一個 因為 因為上課 因為我們是要下課十分鐘 才可以吃東西 老師說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可是你變成說你臨時有點上癮 然後上癮到同學看你吃 他也要吃 然後就變成說 第一天拿一包 第二天拿兩包 然後就一直很多很多 然後就一直傳給同學 傳 傳 傳 就變成這樣子 老師是覺得你是老鼠會的頭 所以是有那種刺激味 是 所以變成說 老師就覺得我可能心裡有點問題 那妳這邊一排都心裡變態了 對啊 郭聰明 對 所以就是 我會上課的時候吃啦 我有 真的假的 對啊 你變態 最後導致 老師就建議我媽 帶我去看心裡醫生 結果妳去嗎 這樣子去嗎 就是 有啊 他就有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吃零食 我就說我肚子餓啊 合理啊 對 肚子餓 好合理喔 好棒 是合理啊 是合理啊 所以我不覺得我有什麼問題 妳那個時候是吃哪一種零食 是鹹生甜或是情人果嗎 為什麼他就要吃鹹生甜 對 而且吃完 會紅紅的那一種 所以我們常常吃鹹生甜 我要吃海底雞好嗎 海底雞 等一下 等一下 海底雞是罐的 很多 是不是是紅色一片一片的 對 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那個吃完也會變中 對 你知道我也超喜歡吃海底雞的 而且吃到 因為小時候我爺爺都不准我吃海底雞 因為他們覺得那有色素 而且那個吃完之後 一定會留下痕跡 不管你的是你的手 或是你的嘴巴 邊邊的 好像是冰那個東西 對 可是呢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到長大到現在啊 我只要一個人能夠吃完 一整包海底雞 我卻會覺得我的人生好富有 對 真的很開心 所以我出國 都一定會帶一包出門 真的假的 我喜歡 OK OK 好 突然就興奮起來了 海底雞變容易興奮 OK 接下來第四位呢 是超愛吃零食 愛到自己會親手做零食來吃的 張錡惠 歡迎 我是零食天才王 蛤 真的假的 什麼 因為你看我 因為我之前我非常愛吃零食 然後因為我媽 其實她都不太我們準 不太我們準 不太準我們生人生 你怎麼叫外國人 你本身就是這樣 不太準 不外國人 我覺得總說你真的好好玩 真的 我有好多樂趣喔 不太準我們吃零食 所以我想說就是 因為我現在就 良家婦女嘛 所以我 你剛剛講說 你以前是怎麼了 她以前怎麼了 自己做那個薯片 喔薯片 是用氣炸鍋嗎 蛤 是用氣炸鍋嗎 不是我是用更傳統古老的方法 我是用炸的跟烤的 喔 因為炸的話 它其實它會有點油 那如果烤的話 它其實是比較不會那麼油的 然後加上一點鹽巴跟胡椒粒 就可以了 喔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好 突然變美食教師 對 好 我們今天最後一問呢 就是說大家吃零食聊得很開心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 稍微有人幫我們檢視一下 所以我們的營養師楊稱華歡迎 好 我剛剛是今天最不喜歡吃零食 跟納多哥一樣的 你是選 納多哥 金納多哥 幹嘛吃的啊 所以他會長得這麼帥對不對 所以零食 所以零食 我覺得這次 你為什麼會再是營養師啊 他剛剛在跟我報白嗎 對啊 零食會這樣嗎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剛剛吃了什麼零食 好 講到這個零食呢 我覺得女生吃零食 可能都會有個開頭 像愛麗絲剛剛說 她其實就是在日本 那時候呢就是 沒錢買飯 對 舉再度會開始吃零食 可是日本零食 真的會讓你 停不下來 而且日本最厲害的是 它有很多期間限定的零食 對 期間限定這東西又很過分 很 對 其實你真的很被哥哥 你知道嗎 我真的嗎 我今天到來的 都是期間限定的 比如說春天 他們一定會很 就是出櫻花口味 櫻花 對 我那時候還吃到一個 杏仁豆腐口味 有 那個好讚 那個很好吃 傻眼 你知道嗎 就是你吃 你吃章魚燒口味 那就買章魚燒就好了 沒有 我覺得納豆就是很典型那種 就是只吃那種比較 油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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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像日本的男生 他們就會很喜歡 買這種甜的東西 或是零醉 因為這就是人生的小幸福 他們就是這樣 一根小小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 限定的又買到就很開心 然後夏天就會出那種冰淇淋的口味 然後冬天 就是 所以這種就會讓人家覺得 甜點 零醉 其實日本人做零醉 真的是做到已經快 怎麼講 我覺得已經到另外一個境界了 有一次我 因為我老公非常愛吃 有一次他就是跟我講說 我們去約會好不好 Friday night 應該就怎樣 燭光晚餐 對不對 而且老公早下班 然後又打扮了體面 就說 對 我帶你去吃飯 好啦 我們就去到惠比壽 靠近蛇谷那邊 去到一間 黑黑小小的店 他跟我說 我今天就要把你餵飽飽 我說 然後呢 結果一推開門 整間店全部都是零食 掛在牆上 放在牆 就是牆 像這種牆就是掛在 然後你全部拿 都不用錢 小熊餅乾 初夏天就買不到啦 小熊餅乾 有這種口味喔 真的 好可愛喔 夏天到了 期間限定 他先出香草冰淇淋的 這個 冰冰的吃 越冰越好吃 然後這個呢 它是咖啡Ole 但是呢 這個好吃就是在 它這個咖啡Ole上面 它有放焦糖 焦糖 真的 這個口味都滿特別的耶 對 到底是什麼樣的餅乾 好吃到讓全場都失控呢 下段回來 帶你一起品嘗喔